好 接下来是提供不动产基因租赁服务 征税的增管问题 也是他要区分自然能和单位个体官复 其实考的应该重点应该是单位个体官复 那么他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跨县市区了 对我们前面的建筑服务呢 原先是跨县 后来是跨地级市 然后现在不动产租赁呢 目前还是跨县的问题 如果他不在同一个县市 比如说不动产 不动产在A线 机构所在地在B线 对吧 这两个不同的线 只要跨县了 就要分两步走 首先在不动产所在地 主管税务局预角 然后回机构所在地 再进行申报 这个暂时没有升级 为什么没有升级呢 因为这种业务 从我们实战角度来说 不是特别普遍 另外风险也不太高 对吧 不像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服务的风险低级很高 对吧 所以他就没有破窃 也需求 所以他现在 那来是采取是按线为标准 当然在同一个县市呢 就直接申报就行了 不需要预奖 他为什么预奖呢 前面讲过了 第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分配问题 第二个是控制风险的问题 对吧 好 第二个 我们提供道路通讯服务呢 这个是不需要预奖的 因为道路通讯 不要说跨县了 有的时候说跨市 跨省 对吧 比如说这个国道 省道 高速公路 对吧 这就不要预奖了 对吧 否则就很麻烦 其他个人呢 也不需要预奖 直接呢 在不动场所在地 申报就行了 好 这个呢 是他的预奖公式 一般来说 其他重点关注呢 是一般的能量 但是实在关注下小过模 小过模 其实主要关注这个出出住法 那么 我们这个不动场也一样 根据前面的提示 应该赠前 应该赠后 它是有区别的 应该赠之后呢 只能采取一般计税 应该赠之前呢 可以采取减一计税 减一计税的时候就5% 对吧 而且按照程老师的规则来说 但凡 消费总局 允许你减一计税的 你一律 优先考虑减一计税 你可以自己去测一下 减一计税 绝对是对你有利的 对吧 好 一般计税呢 一般计税 九个点加税分离 然后按照三个点预征 老师为什么三个点预征 因为我们测算过 我们的税负率 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 预征率啊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 税负率的控制 对吧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个预征呢 不能增的太少了 也不能增的太多了 增的太多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退 对吧 我们目前正 我们到目前为止 针对这个在外地 预解的宣传 怎么退的问题 目前基本上 没有可行的指导新文件 对吧 都不要说整局层面了 连这个省局层面 都很少看到相关的文件 对吧 所以也不要多交了 对吧 但也不能少交 对吧 所以他就定到3%了 好 小公布拉小来呢 如果是非住房了 就按照这个 前面的减记税 去处理就行 就他对标的是 前面减记税 对吧 这两个对标 我们唯一要注意一下的呢 就是他个体官方 出租住房的问题 个体官方出租住房 是5%减案1.5% 这个在前面讲 减记税的时候 我们讲过 对吧 为什么减案1.5啊 因为我们现在年纪人 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我们的最大成本 其实啊 就是住房成本 或者这么说 你要整体来说 就是结婚 买房 生孩子 三座大三 如果这三个问题 可以解决 可以吗 其实平时的乐山开销 包括你去平时 吃个饭什么的 其实压力都不大 对吧 就是结婚压力很大 买房 压力很大 然后呢 生孩子压力很大 对吧 当然买不起房 然后就租房 租房的也很大 对吗 真的 特别在一线城市 这些问题解决了 其实整体问题解决 对吧 行我们这里 从税的角度 减案1.5 好 我们看到另一年考题 说有个物业公司 是个一般那种人 2022年9月份 取得某新建楼盘的 出租地下车位的基金权 10月起 物业公司对外出租地下车位 物业公司出租地下车位 收取租金按照哪个 啊 印税项目来缴了增税 是否可以采取减积税 那么这个出租 前面讲过 这个什么停车费 停车费啊 对吧 地下车位啊 地下车位其实属于是个构筑物 对吧 所以这里面它属于是啊 这个不动产基金租赁 税率呢 正常是9% 对吧 然后这个业务能不能走减积税呢 那么这个楼盘它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对它2022年9月份拿到的 对吧 这是应感争之后拿到的 对吧 所以应感争之后拿到的 只能走一般积税啊 无法走减积税 好 预奖公式 那么预奖公式 其实前面这个表 对吧 你觉得看出来 对吧 如果采取一般积税呢 9个点价值分离 3个点预奖 我们一般来说 同意们 一般来说预奖的时候 采取一般积税方法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一个规律啊 采取一般积税方法的时候 这个预奖率啊 不会超过3 为什么 因为整体来说 正常纳税企业 整体税付率 不会超过3 对吧 好 减移计税啊 减移计税除了个人出租住房啊 因为个人出租住房 走第三条 对吧 减移计税的时候 5个点价值分离 然后按照5个点来预奖 好 个体官方出租住房 5个点价值分离 1.5来征领的税 对吧 那么这样你能发现 5个点价值分离 收一个1.5 现在是国家给你减免了3.5的税 因为这个3.5的税 带有转价性嘛 对吧 我们税务局不收这个税呢 自然你的这个住房租金呢 就会低一些 如果我们反过来 我们税务局收这个税呢 你的住房的租金又要往上涨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反动说了 我就要交税啊 对吧 我交1.5呢 就加1.5的税 我交5呢 我就给你加5个点的税 对吧 反动会转价给你 好 北京市海电区 有个一般的税呢 银杆之前 注意啊 银杆之前 在河北南法买了一个商铺 现在呢 用于对外出租 每月取得 含税租金收入 1.1445 这个数呢 其实是我们故意设置的 因为我们要同时考虑 一般计税和减计税 因为这个业务 是银杆之前买的不动产 对吧 然后它的旧所在地 在北京市海电区 它的不动产 在河北省南法市 所以这样 它涉及到两块 对吧 第一在河北南法税务局 预交 第二个在北京海电 税务局申报 好 那么 该纳水轮 机构所在地 在北京市海电区 不动产 在河北省南法市 所以它首先 在不动产所在地 河北省南法市 税务局预交 好 具体来说 那么这个题呢 因为它是不动产 是应该争资钱的 所以它有选择权 它可以选择一般计税 也可以选择减计税 如果它选择一般计税呢 九个点交流分离 收三个点 对吧 那么这三个点税 交给河北省南法市 税务局 然后回到机构所在地 北京市税务局呢 它上网的时候呢 是九个点交出分离 按九个点算 肖下税 请注意 这个肖下税 并不代表说 我们海电区税务局 能收到这个税啊 为什么呢 首先 它在南法预交的 这个税可以抵掉 对吧 因为在外地预交的 可以回机构所在抵嘛 而且抵完以后 我还可以用 我们单期正常的 别的机构税 来抵这个肖下税 对吧 所以最后算下来 我们海电区税务局 它不一定能收到 0.0315的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首先可以减净下税 然后再可以减育脚税 对吧 好 第二个 如果它选择了减减据税呢 选择减据据税 我们海电区税务局 又得哭了 为什么 这个税全部交给了 南法市税务局 对吧 你能发现 我们两个地方算的税是一样的 五个点加算分离 五个点算税 对吧 其实算出来都是0.0545 但是请注意啊 你外地交的税 在海电区税务局可以抵掉 谁在一抵的话 这笔业务 海电区税务局 一分钱税都没有收到 但没有收到吧 你这个纳税务 还向海电区税务局申报 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海电区税务局 看了以后就五位杂成 对吧 我管的负 结果税了 交的老 南法市税务局 对吧 但是没办法 国家就这么定的 对吧 为什么这么定呢 也是一样的 要保持银改增之后 这个产生收入的分配 跟银改增之前 不发生大的变动 对吧 我们之前呢 就是交给南法市税务局 与营业税的时候 对吧 交给南法市税务局 现在呢 现在多少 银改增了 你还是 对吧 你不能影响 这个产生收入的分配问题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讲一下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问题 这个出租不动产 来分两个 第一个 出租住房 这个有优惠 第二个 出租非住房 这个没有优惠 如果出租住房呢 5% 减按1.5 这个就传说中老 包租公 对吧 真的 在广东啊 最有钱的 就那个穿拖鞋的 然后腰间 别的一大串钥匙的 对吗 包租公 包租婆 对吧 那么他们一般是出租住房 那么就是5% 减按1.5 对吧 但如果他稍微再好一点 比如说大个领带呢 他就有三铺了 对吧 一般穿拖鞋的是 租住房啊 稍微好一点的是租三铺 对吧 都有啊 那么租三铺呢 就5个点了 所以他是有明显差异 也明显差异 那么其他个人呢 自己向不动来甩地 自己申报就行了 所以以后你来北京 旅游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风景 什么风景 就基本上啊 你过了几个什么小区 你就发现有个牌子 什么牌子 就是带开这个个人住房 发票的一个牌子 所以这个牌子是合法的啊 为什么 这是我们北京市税务局 委托各个地方的这个街道办啊 甚至在委托这个居委会 带开的这个住房发票 对吧 这是合法的啊 OK 所以他都是在单地交 对吗 这样也简单 对吧 也有利于我们对这个住房经营管理 好 接下来是相关政策啊 2021年4月到2022年12月31号 其他个人啊 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模式出租不动产 可以在对应的租赁期里面平均分摊 分摊以后 月租金不超过15万的可以免增租税 啊 那么2023年注意时间点啊 所以这是新老政策的衔接 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 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 比如说收令一年租金 出租不动产取得租金 可以在对应的租赁期平均分摊 然后不超过10万的 可以享受免增增税优惠 所以这是新老政策的一个衔接啊 所以我们说了 可以吗 我们税务师啊 只比租快税法多了三个月 但是就这三个月 我们好多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2023年这三个月出台的新政策 因为他们在今年啊 税一税二十五 这三个出题的概率会非常高啊 好 第六个 小规模大选中的单位个体官傅 出租不动产 如果不能自行开具征税发票呢 可以向不动产 选地主管税务局申请代开 为什么向他们申请代开 因为我的税交给你了呀 对吧 我的税都交给你了 当然是由你来跟我代开呀 对吧 好 其他个人也一样啊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 可以向不动产 选地主管税务局申请代开发票 而且这个票请注意啊 我们普通的 其他个人带开普通业务的票 一般来说 税务局只会给你开普通发票 但这个业务呢 不动产出租这个业务呢 可以申请代开专票 啊 这点请注意一下 然后纳税呢 像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呢 不能开具 或者申请代开专票 因为我其他个人 拿这个票也抵不了 对吧 所以这点请注意一下啊 好 纳税呢 出租不动产 如果在合同里面 约定了免租期 这个不属于市民销售啊 就免租期呢 是不需要算这个征税的 这个呢 其实在前面四重销售 我们讲过 这里就给他重复一下啊 好 接下来 是返产开发企业中的 一般大选人 销售 自行开发的返产项目 征税的增管问题 啊 那么这里解释一下 什么叫自行开发啊 自行开发 首先我拿块地 对吧 依法取得土地存权 然后进行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 那么这个呢 就我们所说的 开发的新房 对吧 当然在实战里面 还稍微复杂一点啊 我们可能会接盘 对吧 就有些房子产 比如说A房子产 他搞到一半子 搞不下去了 那么现在转给了B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判断呢 好 房子产开发企业 以接盘模式 对吧 购入未完工的 这个房子产项目 我继续开发 然后以自己名义 立项相受 这个呢 也属于是你们 自行开发的房产项目 请注意 他是未完工的啊 如果已经完工了 卖给你了 给你办了房产证了 那么这时候 就是你买的房子 你买的房子 在对外转呢 就不属于自行开发了 就属于是 转烂存量房了 对吧 所以这点钱 特别注意一下啊 好 销售额的确定 那么对于这个 房产开发企业 一般来说 销售自行开发的项目啊 我们有选择权啊 主要是针对 应该征之前开工的 如果你选择了 采用一般决定方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 按照全部价款 价格费用 扣掉 你们单期 销售房产项目 所对应的土地价款 以后的余额来算税 那么这个 通俗理解的是 卖一套房子 就扣一笔 跟它对应的土地算金 具体来说 以全部价款 价格费用 减掉单期 允许扣除土地价款 然后九个点 就要是分离 但是这个跨里的 都是含水金 对吧 好 老师为什么允许扣除 这个土地价款啊 因为你拿到土地的时候 当时我们 是国家给你看到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 目前不在底扣链条里面 对吧 所以考虑到这个 合理性的问题 允许你扣土地价款 单期允许扣除土地价款呢 等于 单期销售的返产项目 它的进入面积 占整个项目 可供销售面积 按照面积比重 来分摊这个土地价款 比如说土地价款 我付给了一个亿 我单期卖了10%的面积 我就摊1000万 对吧 我单期卖了15%呢 我就摊1500万 所以它呢 这个模式来跟它摊 再来是比较公平的 对吧 所以 在我们凡展开发企业里面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我们经常用的规则 就是面积规则 就用它面积来走 对吧 好 那么单期销售的进入面积 指的是你单期在纳税申报表里面 申报的这个销售额 所对应到的进入面积 就前面提的 卖一套就算一套 对吧 全部卖完了 就全部抵掉 对吧 好 可供 销售的进入面积呢 指的是这个项目里面 可以出售到总的进入面积 当然不包括 我们卖反正的时候 没有单独做价的 配套的公共设施 对吧 配套公共设施 随便是什么道路啊 绿化呀 物业呀 这些呢 都包含在可供相受的 这种面积里面 好 扣除土地降款呢 必须取得省级 即省级以上 财政票据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允许扣土地降款 就是因为你们当时 拿的是财政票据 对吧 而财政票据呢 又不在底扣链条 对吧 随即允许参额寄税 对吧 另外我们要求你要建一个台站啊 要登记这个土地降款的扣除 对吧 扣除的土地降款 不允许超过你们实际支付的土地降款 否则 你就占我们税局便宜了 对吧 不要占我们税局便宜 我们税局不占你的便宜 就是你占便宜了 对吧 谁也得把台站建好 好 另外一个 如果这是个老项目 所谓老项目以开工时间为准 开工时间在16年4月33号 及之前的都是老项目 这个时候你有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一般计算 你就按照前面规则来走 你也可以选择减计计算 就按照现在这个规则来走 对吧 那么减计计算 就是5%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前面在讲到减计计算 5%的时候 一般都是跟影感增值钱 有关系 一般跟土地使用权 不动产 不动产 租赁 劳务派遣 对吧 能力资源卖包 跟这个有关系 其他的减计算 一般是3% 对吧 所以这里 销售反产项目 就属于不动产 所以是5% 而且一进选定减计计算 36个月之内 不能变更 好 使用减计计算的时候呢 因为他已经是按照 减计计算 5%来算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不允许扣除 对应的投资奖款 所以晚晚 我们在实战里面啊 就应该这样的时候 我们给很多反产公司 测算过 就到底老项目 按照一般计算 来走比较好 还是按照减计计算 比较好 我们后面还有个举例 好 第三个 在实战功能里面 我们反产开发公司 经常会采取 预输款的模式 所以其中 反产公司是 寄计生的 对吗 就是银行的钱 过翻者的钱 对吗 我们通过这个 所以我们经常有预收款 包括首付啊 按借款啊 尾款啊 对吗 那么这些预收款 从会计角度来说 不做收入 但从税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预征 按多少点预征 按三个点预征 为什么预征 前面讲过 但凡预征 一百分之两个考虑 第一是 残证收入的问题 第二是 我们税务局控制 增管风险的问题 对吗 这个的确有啊 现在有多少 中小型反产开发公司 对吗 现在都在爆雷啊 对吗 没有钱 我也承认 其实你们税务局的税 对吗 我承认 对吗 我就没有钱 对吧 你替我去找 对吗 你找到了算你的 对吗 我全部就能够交税 我现在就没有钱 对吗 所以他要控制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反产开发公司呢 他的增证税要预交 他的土地增证税要预交 他的企业税要预交 对吧 这三个 这三个税最重要 对吗 增证税排第一 土地增证税排第五 对吧 而且这三个税呢 是我们反产开发企业 最主要的税 对吗 那么这三个税都要预交 这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曾经在以前年度 中合体里面考过 反产开发企业的中合体 而且当时就是综合考虑 增税的问题 土地增证税问题 和企业所税问题 但这种问题特别中和 但这种问题在实战里面 我们遇到比较多 因为给大家命题的老师 现在越来越多的是 税务局的老师 和学务师事务所的老师 所以他经常会从实战里面 拿些题来考担量 对吧 所以其他要有心理准备 好 那这个预税法 莫了是寒税金额 需要价税分离 然后按照三个点预证 为什么三个点预证 陈老师说了 办法预证就基本上 没有超过三个点的 对吗 就采取这种正常计算方法的时候 对吗 当然那个什么 不动产的那个是除外 就正常情况下 一般我们预证 就三个点预证 对吗 然后价税分离的时候 如果采取一般计税呢 按照一加9%加税分离 如果采用减计计税呢 就一加5%加税分离 就看你选择什么方法了 对吗 反产开发公司 一般达成能 销售自行开发反产项目 如果既然有 就同时有一般计税 减计计税 免税 然后里面的经济税 有的是无法划分的 当然我们最好能够放荒 能够放荒是最好的 那里面不可避免 有时候无法划分 比如说供用到水 供用到电 那么这个时候请注意了 你要别的呢 这个无法划分的 都是按照收入比重来划分 对吗 到我们反产企业特殊 我们是按照建筑工程 施工区可证 所著名的建设规模来划分 建设规模一般是按照多少平米 对吗 按平米来划分 为什么按照平米来划分呢 因为这个反产的房价呀 它是波动比较大的 对吗 比如说以前反产好的时候 比如说北京啊 北京及周边 特别是周边的 比如说像什么 湘河这些地方 对吗 它的房价很高 听说什么湘河那边的房价 最高的时候 达到过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一平米 对吗 但现在呢 现在六千块钱一平米 这差得太远了 对吗 但是你要到面积来算呢 面积不会随着价格来变动 对吗 它是一百平 就是一百平 它是两百平 就两百平 所以我们最后想了一下 按照建设规模来划 对吗 比较合理 以无法划分的经验税 乘于减易税免税的建设规模 除于整体的建设规模 对吗 比如说这个减易计税 免税呢 是一万平 对吗 然后整个面积是五万平 对吗 那好了 就占百分之二十 对吗 那百分之二十 就跟它转的就往上 这也公平合理 对吗 好 第五个 我们销售自行开发的反载项目 2016年之前已经收取 并且向税务局申报缴纳 营业税的预售款 当时因为没有开营业税发票 因为我们在正式交返的时候 才开正式发票 对吗 没有开票 那么现在呢 现在可以补开 但是只能补开普通发票 而且结合第二张 它应该启用那个不征税的编码 对吧 看那个票 不允许开专票 为什么 因为这个钱 我们是不在争利的争取税了 好 像其他个人销售这个自行开发的老项目 自行开发的项目不允许开专票 因为其他个人不能抵 对吗 所以你发现没有 我们去买凡的的时候 我们开票的时候 对吗 他会问 你们是单位买凡了 还是个人买凡 对吗 但是合同也会写得很清楚 如果单位买凡了 他会给你开专票 如果我们个人买的凡了 他一律默认给你开的是普票 好 我们通过道题来消化相关质值点 说A公司是个反产开发公司 是征税一般纳税人 然后自行开发了一个反产项目 施工休克证著名的开工路期 是16年3月份 那么这个路期正好在银改正之前 所以他可以选择一般计税 或者选择减计税 那么最后他选择了减计税 那么截止到16年4月30号 他取得了预售款500万 就开始卖了 对吗 预售了 对吗 然后按照当时规定了 申报了营业税 没有开发票 这个是服务规定的 因为他当时的确要交营业税 好 然后16年5月份开始 一直到2022年10月份 他又收到了预售款5250 含税的 好 然后2022年10月份正式交房 然后开票了 然后其中16年4月30号之前 那个500万 按规定开进了那个不征税的普票 对吧 然后接转了相关收入 办理了产权转移 请问这家公司16年5月 一直到2022年10月份 11月 他的征税该怎么处理 对吧 好 那么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 因为他销售这个项目 属于是老项目 为什么老项目 开公路基在银改增值钱 所以他就有选择权了 他可以选择一般计税 也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最终他选择了减一计税 减一计税就5% 但是不能扣相对应的土地价款 对吧 然后他在2022年11月份 刊与了普通发票 其中500万是按照规定 补开的这种不征税的票 所以这个500万不用再算征税了 好 那么A公司在16年5月到2022年10月份 收到预售款是5250 那么这个要在收到预售款的4月4号期 要向税务局预缴增税 预缴的时候5%降税分离 按三个点预缴 不管是一般计税还是解计税 都是三个点 无非就是解计税是1加5%降税分离 一般计税是1加9%降税分离 对吧 所以预缴150万 然后A公司2022年11月 开局发票这段收入 这个要在4月纳税收贸期 向税务局补交税款 补交的时候也是5%降税分离 不能扣除土地降款了 然后按照5%算税 但是别忘了 我前面预缴了150万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补交是补交100万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它是补交了250万的税 只是在平时收到预售款的时候 先交了150万 然后最后算账的时候再补交100万 对吧 所以以此我们税务局来控制相关的征税风险 好 陈赛令 假设A公司决定对该项目选择一般计税 那么对应的土地降款呢 是890万取得了财政票据 相关的可抵击加税呢 是120万 请从节约征税角度分析下 它的算数选择是否合适 那么这个我们就测算一下 采取一般计税的时候 它的规则呢 是5250-890 就可以扣土地降款 对吧 然后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以后呢 它的这个水对应的消消税呢 是360万 好 然后一拉征税呢 以它的360万的消消税 减掉120万的计算税 它整体交税240万 前面我们测算过 它选择减一句税的时候 它整体税负率呢 是250万 对吧 其中150呢 是收到一收款的时候先交 剩下100呢 是在整体开票的时候 再去补交 对吧 所以这样呢 一对标就知道 对吧 采取一般计税是240 减一计税250 所以从节约征税角度分析 它采取一般计税方法 是更合适的 可以合理的 扫交征税10万块钱 虽然不多 但是你拿到对方来说 肯定选择一般计税 对它有利 那么这里呢 也能分析啊 怎么对它有利呢 朋友们 一定要看 它的土地价款是多少 还有可以抵得金顶税是多少 看清楚啊 你的土地价款 和你的金顶税有多少 对吧 那么这道题 科幻来说 它的土地价款相对比较多 另外一个 它所对应的这个金顶税 也比较多 所以这两个条件 共同造成了 它的税整体是240万 对吧 如果反过来说 咱们稍微改个条件 什么条件 比如说改成100万的金顶税 立马它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对吧 因为360减去100 它的交的税是260万 那260万 比减一计税就多交了10万 对吧 所以我随便改动一个条件 它最终结果都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在实战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建立各种 税负的次算模型 对吧 因为我们随时 这个公司的领导 它会改变一些策略 包括我们的定价 对吧 我们的一些相关数据 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随时要更上去 所以在一些大型的 反坦开发公司 是专门有税务管理部 会设立税务经理这个岗位 甚至来说会设置 税务总监这个岗位 包括像什么 阿里巴巴 对吧 京东 都有税务总监这个岗位 因为它太敏感了 对吧 这叫什么 这叫税负的一个敏感性分析 对吧 根据我的土地价款 根据我的经济税 来判断 我到底采取一般计税 还是减计税 但这个里面判断的时候 我们要提前判断 所以我们要拿到 提前拿到数据 来判断